最近幾個月我身邊的基督徒、教徒、天主教徒 總之他們信教會又很信神的信徒就發生了很多事 我覺得拍過基督徒的預錄已經沒有辦法去表達我對他們那種很傻的感覺 所以我就嘗試在這段影片可以有一條理說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有一對夫婦,他們有子女,他們全家都是回教會的信徒 老公最近發現被教會和太太知道了她有外語 外語對象就是另一家家的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都是回同一間教會 這個女人她本身都有家庭,雙方通姦 我當年去問這個男人的時候 為什麼每一次你每一晚回去見到你太太 或者每一晚祈禱或者你去讀聖經回教會的時候 你不覺得有罪咎嗎?你不覺得有一些心虛嗎? 為什麼你們可以遲了這麼多年? 你不覺得自己很假嗎? 我真的得了得面問她 這個也是我慣常的做法 因為我不喜歡用文字,也不喜歡很軟轉的 我覺得我有事情就要面對面去挑戰 我也是用我現在的語氣 她的答案也是如我所料 她就說因為我也是有罪,因為我不是聖結的 我們也是有罪,因為我們的祖先也有罪 你也是有罪 你也看不到你眼中的良目 她不斷地用罪這件事是為自己的開脫 然後還要說我 我沒有資格說她是有外語 我已經覺得這些人可以用兩個字的形容 就是無恥 可以無恥多這樣的地步 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她覺得她有罪,所以會做出這些事情 她的問題也是源於她本身天生有罪 我自己本身也是在教會長大 以前 所以我比較理解她們為什麼可以用這些藉口 為自己開脫 因為教會是真的一直灌輸這種想法 而且她是不會讓你去挑戰她的 這一套邏輯 就是她們有罪,熟名,福音 總之你每一次去提出你們教會 教友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她們都會用罪 開脫 你強姦、倫倫 或者是通姦 好像這樣 她也是會用這件事 為自己去做辯護 這件事也是我很看不過眼的 因為 老實說 很多教徒 尤其是他們信神 那些為什麼這麼自大 這麼自負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就算他們口說不是 心裡面一定會覺得自己是 他們自己一堆 然後又覺得要跟自己的教育 結婚生仔 他們會覺得外面的人 他們不是屬於熟靈 他們是屬於熟靈 他們是認識福音 他們死了之後可以上天堂 他們是每個禮拜上教會 十一奉獻 他們多虔誠 那 我已經 已經習慣了他們這種邏輯 這樣的思維 那 所以 直到這個男人這樣跟我說 很無恥 亦都一絲的罪 惡感 或者那種guilty 我都是找不到的 他總之不斷地說自己因為有罪 所以去做這件事 但是他是沒有 他真的不會覺得內疚 很搞笑 還去指證他的教友 尤其是女人 那 說他們根本不應該這樣批評他 那 這件事都應該搞到他們那個教會都很大的回響 那 但是 現在我知道他們的做法 就是想著去怎樣說服那個女人 不要跟他先生離婚 因為 離婚都不是教會所希望他們做的事 那 那 我知道一說到這裏 然後你們現在這些基督徒 看著這條片的人 又會說 我教會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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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要再說了 因為呢 這就是我第二樣想說的東西 你真的 香港 全世界都是 那些教會真是多到離婚了 那 有什麼可能有靈良堂 宣導會 浸信會 譬如說 見證人 魔門教 那些什麼 中華傳道會 九千幾個教會 每個教會都說自己是真的 每個都說自己的教會才是最對的 人家那些就是有問題 你的教會是這樣 我的教會不會這樣 你的教會反同聖靈 我的教會不會反同聖靈 不斷地 就去拿一些好的東西 然後自己又寫起一些 那 那 其實你們是在信自己的教會 那 我自己其實是回到教會這麼多年 我都是一直覺得 很多教徒都是在信自己的教會 你不是真的在信你們所謂的神 還有我自己一直看很多不同的資料 那 聖經被生改 這些東西 其實都已經是 就是 一樣已經是確實了的事實 那 但是你們都會仍然去相信 例如沒有輪迴這件事 或者是你會相信 聖經每個故事 每一節一句 全部都是原汁完美 你會覺得是沒有人改過的 那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很反 也都是教會希望你們去思考 希望你們去相信的東西 還有我真的受不了 那些人經常都在那裡 發了一些訊息 E-mail 給我說 啊 其實是你認識的那些是這樣的 我教的那些不是這樣的 我認識的那些基督徒不是這樣的 你認識的那些基督徒是這樣的 你那些基督徒 你那些基督徒 那我想說呢 其實伊斯蘭國呢 打聖戰那些人呢 都有很多是好人來的 那他們就說呢 基督徒有好有壞 那打聖戰那些人都是有好有壞的 還有你們 那麼不喜歡那些有識人種 老實說呢 很多教派呢 我知道呢 都是覺得有識人種是受助就的 那他們會對一些有識人種 例如黑人 是不可以做牧師 或者是黑人是不可以去 去擔任一些比較重要的職位 那不說哪些教派呢 總之都是信神信上帝的教派 那你們有很多這樣的評判 然後又會去批判 就是說這些有識人種 那怎樣怎樣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自己是黃色 我們整個都是黃種人 那我們又何嘗不是有識人種呢 我們都不是白人 但是他們亞洲人就會指證黑人 白人就會指證黑人 黃種人 還有這些亞洲皮膚偏深色的人 那你們就會混合一次我講 就是說 你認識的基督徒才是這樣的 我那些就不是這樣的 然後我記得之前有條片 叫什麼爺樓岸狗生的那條片 那有很多人都告訴我 人家叫你帶送到去 在那裡有什麼撲掉 撲什麼東西掉 你們究竟知不知道 我在說什麼 整條片 整條片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們根本沒有看過 第一 這裡是香港 第二 你們不要經常懶惰 以為自己什麼都吃 我真的受不了 你們不信 你們有沒有笑過 在家吃飯 人家叫你下一次 就自己帶你份送過來 是重要的 叫你一個 你們有沒有聽過 你們不斷地去包庇自己的基督徒 我真的說到這裡 我已經覺得是 大家說不下去 基督徒就是一直都是這麼反智 你們信神信上帝的教派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 去盲目地去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 盲了 就是turn your blind eye 去所有其他應該去面對的東西 那另外呢 第三樣就是 我想說一下 以前呢 都有一段時間 這個女人我認識了 這個女人呢 她很喜歡叫她身邊的所有同事 尤其是她下屬 強制性她們 要她們回教會 她不知好像寧良堂 還是什麼浸信會 但她的人呢 本身是十分之恐怖 恐怖的地步是 我記得我以前開車上班 然後呢 她是可以覺得 你不應該開車 真的太虛榮了 你 真是虛榮到不得了 我開這個爛鬼前七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虛榮 然後呢 我後來才發現 她自己的老公呢 她自己的老公呢 很喜歡玩車的 很喜歡去買一些漂亮的車 跑車去駕 那就是啦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 原來是 你的家裡 或者你自己有呢 去玩車 你就覺得是一種 合理的舉動 那別人 去駕這個爛鬼車 你就說別人虛榮 或者覺得別人搶過你們的風頭 這樣 我不知道怎樣為她解釋 我也不想想這些人的路 究竟在想什麼 那說回她 如何叫我們以前的舊同事 去回教會 那如果去下屬的話 她就會罵他們 經常抓他們入房 將她這個女人 每天的工作時間 就拿來罵下屬 就說她們 那樣的缺陷 性格上有什麼缺點 去修正 而去挑戰到這些人 根本他們自己沒有時間 在工作時間做自己的事 那變成要OT 去做他們要做的事 然後她也試過跟我說 因為我不回教會 因為我不再相信他們 相信我教會的宗教 教派的神 那我就說我一事無成 我沒有所謂的一事無成 我說你們的標準 你們不是覺得 去天堂才是你們的目標嗎 在這個軸世 在這個混亂的世上 被撒旦統治的年代 為什麼要有成就呢 你們的成就都是撒旦給你的 反正你們都覺得 有錢就是一種罪惡 那你還追求什麼有錢 對不對 我所以完全是 我覺得他們很雙重標準 他們的教會自己本身 不單止他們 其實很多教會都是 去 worship 他們自己本身有地位的人 政要 一些明星 但他們口中又經常都說 這些軸世的成就 其實都是撒旦 等等等等 總之 又要那些什麼 真人富貴厭人憑 他又要去摩拜 他們覺得 在這個世界有成就的人 因為他們交奉獻 交得多 又會想黏上去 然後另一方面 就說 其實賺這麼多錢 都是沒用的 因為這個軸世 死了之後 目標都是要回天堂 所以要在我們這一生 怎麼傳福音 各樣各樣 要怎麼奉獻 自己的人生給上帝 總之 他們的謬論 我真的很難在一段影片 說完 你可以把我剛才說的無限循環 基本上就是他們說的 是的 我已經沒有戲說下去了 這段影片真的 用了我太多 energy 你們有什麼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要再發訊息給我 叫我回你們的教會 因為我真的收了太多太多太多 就是這樣